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条路 还要看双膝反娶的女孩陈团志 她今天结婚了 主治医师特别跨海道贺 各位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107年1月1号元旦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陈珠琪 先祝福大家新春愉快 和福安康 万象更新 今天开始大爱新闻在全时段的新闻节目当中 会提供给您更多的新闻资讯 画面的右下角您将会看到两种不同的新闻资讯 提供给大家一个是天气风险的指标 包含了今天的高温和低温以及降雨几率等等 另外一个则是AQI指数 告诉你今天哪里空气品质不好 提醒您出门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但是今天1月1号开始 跟你我都相关的名声头条大事 就是以后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检查 有没有带环保带 今天1月1号扩大限速政策是正式上路了 包含了药局面包店还有书店都不再提供免费的塑胶袋 记者实地走访就发现很多人还是不习惯 忘了带塑胶袋只好自己花钱买一个 那你们两杯好咯 买饮料用塑胶袋装 习惯的动作从107年元旦起有大改变 我们现在的话塑胶袋不主动提供 那你有需要塑胶袋吗 的话一个更饮多收一块钱 贴出告示塑胶袋不再免费提供 有消费者就自备袋子来 这还好不会啊 除了饮料店 面包店也是这一波限速行业之一 塑胶袋一个收费一块钱 消费者认同环保政策 能不用就不用 这样很好啊 因为这样比起来不会制造热色的污染 配合政策之外也要顾虑民众方便 业者早在年底就先跟顾客预告 提前一个月就贴了 等于是让常客的话都事先都知道有这件事情 有新的消费者他可以自己带购物袋 就不需要去花这个一块钱 这波限速措施新增七类行业 药庄药局 医疗器材行 3C零售店 书籍文具零售业 洗衣店 饮料店 以及吸点面包店等等 药局药袋不在此线 由药局发挥创意 要索取手提塑胶袋 请捐一块钱做工艺 约有8万家商店纳入管制 每年约减少15亿个塑胶袋 呼吁多使用环保购物袋 省钱又能为环保进行力 大爱新闻张贵丹李月威台中报道 好新的政策上路总是要大家调整一下作息 而且一起来配合 毕竟这是为了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业者 其实早在去年知道这个措施要上路之后 就做好了各种准备 也不断苦口婆心的跟消费者沟通 来到卖场买东西 通通都要自备购物袋 不然就得花钱买 扩大限速政策正式上路 店家除了口头告之外 斗大标语清楚标明 不再提供免费塑胶带 随着稽查人员来到药局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新增的七类限速管制对象 将全面稽查 力求塑胶带用量能降到最低 这次新增列管七个行业 一共会增加八万个列管的对象 预估可以减少 每年可以减少15亿个塑胶带 那如果违反规定的话 第一次会开列圈导单 那在规定的劝导期间之内 第二次在于继查 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 我们会付出1200到6000人的罚款 我们这里一直以来 都是没有提供免费的购物袋的部分 所以我们已经有养成 就是让客人自己 期待购物袋 所以其实在我们新衣的部分 它客人带购物袋的比例 其实是蛮高的 除了不提供免费的塑胶带外 被列管的饮料业者 也顺势推出可手提式的环保杯 小小可爱的造型提升买气 不过要是真的需要用到塑胶带 北市环保局则与超商量饭店合作 贩卖环保两用袋 小型的话每一个是一块钱 那中型的话一个是两块钱 大型的话一个是五块钱 那民众在这个超商超越量饭店 取得在环保两用袋之后 那当然我们会宣导 大家尽量从物使用 那如果最终没有办法再使用的话 那还是可以作为专业再使用 一代两用的措施 在新北市也有上路 不过包装和规格不同 超商可是需求向两市环保局申请 相互代售 新智上路希望打造更友善的减速生活 大家新闻的亚压 李明华台北报道 新的一年开始 今天是第一天 也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不知道这个元旦您是怎么度过的呢 您是否也发现在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没有休假 为的就是守护大家更便利的生活 你好旅行李 台铁高雄站行李房里 有客寄放的行李塞满置物架 平时在大厅服务的志工赶紧来帮忙 就蛮开心 就是也没有做什么 可是可以帮助人家就还不错 志工的服务对我们车站来说 是很珍贵的人力 因为这些人都是具有夫妇的热忱 那到我们这边之后 可以弥补我们人力不足的一个状况 连续假期车站里满满人潮 来到环保站却是自在悠闲 这一头宝特瓶要拔瓶盖 也要分颜色 另一头纸箱要怎么处理也是学问 我一年三八六六九天 几乎都没有成功 每天都来这里 满个月 我喜欢玩会晒车 车子越来越多 一家早早就开始服务 选择用付出的方式 来度过连续假期 这份欢喜言语难以形容 却全表现在脸上 大爱新闻派真王昭征 高雄报道 每年年代也是大爱台的生日 而今年是大爱台的20周年庆 在一大早的志工早会当中 上人就感恩20年来 互持大爱的每一个人 从资深的员工到环保志工 每个人都是用真实美善的心意 守护这座清静的堡垒 现在我们共请上人及萧院长 为我们按钮开台 每年的今天都是好日子 因为大爱电视台是在炎月1号 就是大爱电视台的生日 已经过了今年第二十个生日了 这也是人生啊 年青春活泼的时刻里 我们看到大爱台的那样的展示出来 真善美的生态 而且呢 我们的同仁啊 都是很资深 我们最感恩的环保菩萨 更感恩的是环保菩萨 我们所变白金 变爱心 爱心化清流 清流老全球 那个时候的口号啊 所有前台湾的神迟人 所有前台湾的慈祭人 环保菩萨 想亮起来 他们一直一直呢 就是喊了这样的口号 共知共事身体力行 所以 让大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非常的感恩 港人感恩是环保菩萨 让世界亮起来 那么今天上午呢 在大爱台所举办的台庆盛典 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来自台湾各行各业的贵宾 600多位齐聚一堂 大家一起见证 大爱台走过20年的成长足迹 更有许多志工从海外归来 专程走过这一趟路 希望跟大爱一起成长 灰草的青春与生命力 由人文职业中心同仁组成的鼓队 为大爱台的台庆揭开序幕 由怨就有力 众人其心演绎大白牛车 象征大爱台坚定前行的毅力 1998年1月1号 慈激大爱电视台创台开播 传递美善 暴政导政 是宗旨也是使命 人人都说他执美善 但以前他可不是这样 抽烟 吸毒 家暴 荒唐半辈子的人生 差点淒离子散 来自新加坡的林德福说 是大爱台救回了他的家 台庆这天更是特别 前来分享感动 大爱会叫人家去做好事 去帮助人家 就是这些被我很感动的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 去帮助人家的事 看到大爱台 就是好像我的典范 给我的师兄的改变 我很感动 他也进到他的脑里里面 所有的东西他都改变 我也是很感恩善人 给我就回来我家师兄 科技传法与时俱进 走过20年的岁月 大爱台用心制作 各种节目与新闻 希望能在纷乱的时代里 守护世人的心灵 全球慈激人的支持 才会让我们有这样 进化人心的力量 进化人心 由势转制 这样才会让每一个人 都可以守护好自己的心 守护好自己的灰密 发挥自己生命的良能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希望未来的20年 我们要请 这个侵流媒体里面 变成主流的侵流媒体 未来有更多的十年百年 要期待大家共同努力 特别是我们四大之夜 和合合互协大家一起 发分这个力量 共知共事共行 正业上人更期许大爱台 人人都要有善念与善知识 将世间的真善美通达人心 大爱节目要怎么做 要怎么说 说得让人能听进去的话 怎么做 做得人能看入眼的 让人人的眼睛看透彻一点 还要通达人的心灵中的 这样的耳朵 大爱20为爱坚持 将带着创台的初衷 继续迎接下一个20年 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至于今天来自全球各地的贵宾 对于大爱20是有祝福 也有许多期许 忙着拍照握手叙旧 新年第一天 大爱电视台大厅 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贵宾们 脸上的笑容给堆满了 恭贺大爱台20周年生日快乐 秉持着以往的精神 暴增导增 魂死流芳 大爱点滴 心传不息 在法国随时一开的时候 就看到大爱台 我们海外真的是很好 有及时的新闻 及时的传法 除了四大之夜 不少贵宾是为了大爱台 20周年特别历临 首次参与庆祝活动 也有了更深的期许 也非常祝福大爱生日快乐 那也希望大爱陪着我们 长长久久一路的走下去 让我们的心灵更进化 大爱电视台其实 让我非常的 真的是感动 因为我从 应该是讲大爱 在第一档戏剧 我就有参与 让台湾更多更多的观众 然后看到这些 师兄师姐的感人的故事 然后散播在每个角落 多年合作伙伴 成为大爱台背后支持的力量 无论是在新闻 戏剧节目 也期许往后 持续带给观众新的感动 大爱新闻周晨徐云豪 特别报道 好 不过回首当年 要成立大爱电视台的时候 当时很多的资深媒体人 并不同意 因为要经营一个电视台 是何等困难的事情呢 尤其在现在的媒体洪流 众生喧哗当中 大爱台想要走出一条 自己的道路 格外需要一份耐力 更多的坚持 1980年代的台湾 是个众生喧哗的年代 写言之后 报纸 广播 以及电视频道 陆续全面松绑 1995年12月1号 慈忌世界节目 在力霸有连YouTube综合台播出 三年后的1月1号 大爱电视台正式开播 现在我们恭喜上人 及肖院长为我们按钮开台 从这天开始 这条源自于台湾 传播真善美的媒体津流 在全球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而背后是始终如一的一面初心 民国83年左右的时候 我是广电基金的执行长的时候 我说你的钱 木来很不容易 有人捐一块一块 五块五块十块的 你的钱可以用到更公益的上面 可是他说像这么乱的社会里面 要靠媒体去帮忙 然而一个宗教团体要经营媒体 拨乱导政并不容易 尤其是媒体市场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新进的业者越来越多 商业跟利益的手 也逐渐深进传媒当中 特别是电视新闻 所有的电视台 大家都等一周盘出盘 都在看苹果今天早上 有什么新闻 那晚上我们就做什么 跟什么 非常的山色心 山色心的内容 话众取宠 对于商业媒体来说 是收视率的保证 也是换取营收的美妙数字 然而学者认为 这却让直播的题材跟内容 大幅朝向市场倾斜 我们是受收视率的影响 这个收视率就引导了 各个商业电视台开始在做 能够刺激收视率的新闻 当然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新闻就会跟着市场走 所以所有东西都被夸大 记者甚至会蹲下来 蹲到水里面说 你看台风多严重 对 像类似这样的倾斜 所以这个影响是相当的大 在电视台自始至终 不接受商业广告托播 除了募款四分之一的营运经费 来自全台湾八万多名 四季环保职工资源回收所得 直播的内容不必跟着市场走 也更不用话中取仇 丁大哥 哇 哇 1999年 在偶像剧风靡全台时 大爱人间剧场第一出 单元连续剧《阿彩》 首次把真人实事的故事 搬上荧幕 自此大爱剧场将真实的人世间 磨难中彰显的人性善良 一一化为动人心弦的情节跟影像 借由媒体传播分享出去 我们一以贯之的 都是进化人心的使命 从来没有改变 让大家每个人 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都能够见闻立意 看到 听到 对你的生命 就会有正面的影响 说到攻心头角要看三立 看帅哥美女要看偶像剧 人真板太要看公事 师兄师姐刚温要看大爱 正面的影响力 借由戏剧 节目跟新闻报道 潜移默化 聚焦在光明美善 关乎社会公益 以及有价值的内容 与时俱进 不但屡屡获得各界肯定 也补足媒体光谱中 长期被忽略的一丸 能够破掉这些破片 大爱电视台它在目标上面 跟定位上面非常的明确 而且二十年来始终如一的是 它关心环境的人事 它关心人文 在这个部分呢 的确弥补了很多商业电视台 它所不足的地方 媒体不但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更是串流社会的价值跟回馈的资讯链 大爱电视台从一开始 就定位为非盈利事业 不曾滋滋计较收视率的高低 只求暴政导政 不管今天的新闻乱象 或者社会乱象 大爱电视台忠于它的理想 坚持它的理念 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一个爱 我觉得慈祭是发挥了很多教育的功能 我们绝大部分的老百姓 是有这一块的认知 他也会支持这一块的 为时代做见证 为人类写历史 为后世力典范 为慈祭留足迹 经过了二十年 这样的初衷不变 在众生喧哗的灼烂恶水中 要跟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 用新联外蕾造刺激世界 在密流中坚持着等待共鸣 坚持美善 大爱台之所以能够走过二十年的道路 要靠背后很多默默的 大爱之友的支持 尤其是很多磨手皮的志工 即使自己经济拮据 但依然每个月固定捐款 护持大爱台的成立 到制作各种节目 现在为止都不曾退却 今天起我们的系列报道 也带您来认识这些小小螺丝丁 今天第一位要带大家认识 这位新水贷护大爱的郑专 郑专本身的工作是到处的打定工 只要哪里可以赚钱 他就去应征工作 有时候一天兼了两三份拆 为的是把新水贷的十分之一 都捐出来护持大爱台 而他这样做已经默默做了二十年 要放到那里都洗过去的里面 都是有十分之一拿出来 所以这里全部的十分之一都关出来啊 对对对对 厚厚这一些十多年的堆叠 新水贷的十分之一捐大爱台 那里就有一个东西中 大家就去台队里讲了 每个月带来关十分之一出来 我说 这样我又有机会 不然我也来像他这样 回来我找到头楼 我也带来关十分之一出来 所以三行头楼 人家做什么 一行我头前面筋的那个 他都拿来给他带 他都担当 所以你带的是生活费呢 对对啊 生活费你还可以十分之一出来 对啊 车衣服 打零工 或是到药厂上班 无论薪水贷内的数字多寡 永远的十分之一 这样可以拉得到 这样可以拉得到 这样就没了 那里有一个呢 我逛下来那里有一个呢 那里有你带就好了 我只是肯定 似乎现在还在上班 那还是在我们金字堂 过去那边的归人的上班 每天骑摩托车 公司那边栽收回收回来之外 其他的下班之后 他还会在这个邻里之间 到处去栽一些回收的东西 来 来 我来栽一盒 所以回收 我来栽一盒 他都给了 他都不咖啡 都给了 我来栽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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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想在做这个代价 环保是正专的执着 一台小货车的数量 他用双手收集整理 七十岁还是坚持天天骑车 到十五公里外的药厂上班 为了环保 也为了每个月十分之一的承诺 好 谢谢这些默默护持大爱的小小螺丝丁 而在今天的台庆过后 紧接着大爱台则是举办了 内部同仁的感恩会 资深同仁分享自己一路走来的心得 心境的同仁则说 希望在大爱台 找到人生更好的价值 我来大爱台超过十九年了 快满二十三年了 大约十二年左右 年龄不能说的秘密 用年资来相比 从外表看不出来 这些全是将大把青春岁月 奉献给大爱电视的元老级人物 拜托转档入期完成 转中心班搞定 新年初始 从感恩说起 跨部门支援让节目制作 事半功倍 在幕后付出的同仁 我通常就是到了现场以后 我发现就是他们都已经把东西都set好了 大家都互相帮忙 互相协助 互相补位 我觉得过程中可能也是会有一些 比较冲突或是有一些需要沟通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一路走下来 我是真的很感恩 大爱新闻真是美志工 大爱新闻真是美志工 大爱新闻真是美志工台北报道 还要感谢他们专业慈激志工 听打配音样样行 20周年感恩会 不必摆出蜡烛也能许下心愿 他让我们有新的挑战 就是拍戏剧要吸引人 可是要维持那么的清纯的善良的心 希望我可以跟大爱台一起进步 接下祝福传递温暖 也感恩未来继续由你相伴 大爱新闻周辰许云豪台北报道 今天元旦也是她的大好日子 您还记得她吗 这个厦门女孩陈团志 原本罹患有双膝反驱 所以让她中期一生 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双腿走路 结果她来到了台湾花莲的 慈激医院接受治疗之后 不但能够脚踏实地的走路 也跟她的主治大夫 也就是陈英和院长 成了莫逆之交 甚至于有妇女情感 那么今天是陈团志结婚的日子 陈英和院长还有慈激医疗团队 是专程的飞到了厦门送上祝福 不舍得盖上头纱陪伴自己的女儿 一步一步走向幸福 穿着喜气的红色婚纱出嫁 陈团志面对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一路走来不简单 我感恩就是从我父母开始 然后到我身边爱我的每个人 然后到后来遇到慈激 然后遇到上人 然后包括院长 然后所有的慈激的人 然后对我这一路的陪伴 团志口中的院长爸爸陈英和 带着满满的祝福 来见证女儿重要的日子 牵着女儿出嫁 所以心情有一点复杂 但是我们给团志长运最大的祝福 他们永结通心 陈英和院长也不断奠记 团志的身体健康给予叮咛 要做运动 运动你都很熟悉了嘛 就是各种小腿跟大腿的肌肉运动 因为还是要借用运动 促进血液循环 就比较不会有 白云期间会有一些血栓等等的病发症 谢谢院长爸爸 好 曾经陪伴过全团志 走过最艰困的十个月治疗 医护团队也带着爱跨海来到厦门 反正就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 然后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手术 她自己很勇敢 然后勇敢之后 站起来之后又遇到她的真爱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真的要祝福她 婚姻幸福美满 你会来我也很开心 陈团志勇敢的翻转人生 走向幸福 一家人也在2018年的元旦 圆圆满满 大爱新闻 线上温国家福建报道 陈团志虽然从小就与众不同 可是她跟很多女孩一样 对于婚姻与爱情是怀抱憧憬的 现在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团志说她一直相信自己是一个好命的人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遇到我先生 因为我今年二十九 我也是很期待说有一份爱情 但是我也知道我的情况 从小到大虽然我脚不方便 但是得到了却是很多人的爱 对啊就是都是得到很多人这样子 一路陪伴我走下来 我觉得我挺很幸福 包括我现在先生这一遍 他们家庭也是很有爱心 看你的脚放下 再看老婆 来来 先天双膝返驱只能以膝盖走路 2014年陈团志从厦门来台 医疗案例全球罕见 治疗困难极高 历经十个月反转人生 身高九十三公分的团志 术后增高为一百二十八公分 脚踏实地走后面的路 就是很开心 其实真的很开心 因为你之前用柜子走路 跟现在用脚踝走路 真的是感觉 那种心情真是不一样 虽然能走路 但团志的外表 还是有些稍稍不同 而先生比他小八岁 两人是没朔之言定终身 考虑很多 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虽然他也有点缺陷 但是我觉得 我们各自的缺陷不一样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 后面就在一起了 等一下 不过婆婆是更早就认定她 很好啊 很善良 其实我们家长远也很单纯 就找到这么善良 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希望 祝他们幸福 云园健康 我能站起来到我后面 找到我先生 我家里人全部都很开心 他们都很为我开心 他们就是在农村讲 说这是我的病 他说这是我好病啊 再看中国大陆河北来源 志工进行了入户冬令发放 走进家户里发放的是大米面粉 还有民生物资 没想到在发放牙膏 牙刷的时候 竟然遇见了一位大爷 他说他已经三年没有刷过牙齿 北京随志工摸黑出门 搬送物资 要赶到来源进行入户冬令发放 但是大雾封闭了高速公路 也误了行程 当地志工先动员搬物资 分批上车 人员一到齐 立刻就能出发 今年分成十组 要发放七十多户 每一户都是亲自送到 也一一解说 有黑老先生听到牙膏 不禁皱了眉头 这是牙膏 牙膏不牙膏 我请要不要刷牙 今天开始 今天开始要不要刷牙 刷吧 刷 来刷一下 来拿点水 水有吗 刘老爷爷已经三年没刷过牙 你出去这主要事是凉快 送上门的有大米和面粉 是过冬不能缺的食粮 而生活用品是志工刻意送来 看到老人家日子过得简朴 什么都省 一一介绍全新的物品 叮咛他们千万要使得用 要一记得要用 不要把它放在家里不用 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 用用 多多多 手过手 多使用 真棒 心灵的资粮也没少 家家户户都送上好话一句 这位季爷爷早就挂了一副在客厅 这个是什么剪的 剪的啊 那你刚把这个剪回来 我看这几个次也不来 就是心灵的丰富 让他们日子过得再简单也不匮乏 大爱新闻之上也之公 河北综合报导 迎接2018的到来 全球各地多半是欢欣鼓舞的气氛 可是在跨年的这一夜 意外事件也频传 首先看到俄罗斯这个熊熊大火 是一颗有八公八层楼高的 这个塑胶椰蛋树 竟然突然起火 下坏了跨年的人潮 而在英国这一场大火 一口气就烧毁了1400辆汽车 原本该是热闹的跨年夜 现在火光冲天 利物浦是英国西北部 著名港口城 当地一处大楼停车场三楼 周日晚间发生火警 火势猛烈 1400辆轿车遭吞噬 相关单位出动14台消防车 附近公寓住户撤离 当地体育馆 距火场不到一公里 正在举行利物浦国际马术赛 因大火取消 原本安置在停车场一楼的马匹 准备移到安全区域 这场火目前没有酿起伤亡 起火原因有待厘清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跨年夜大火 25公尺高的椰弹树变成一根大火柴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南萨哈林斯克 也在周日的跨年活动中传出火警 虽然当地气温只有零下6度 人工椰弹树还是在数分钟内被烧毁 目击者称火热跨年夜 所幸没有酿起伤亡 起火原因有待厘清 大爱新闻周崇玉编译 不知道您是否也许下了新年新希望 对于两个内战中的国家 瑟利亚和叶门来说 他们的老百姓颠沛流离 已经好多年的时间了 这一个新的年头到来 他们只期待战争能够早日止息 让他们回家和家人团圆 过上好日子 又是一年过去 生活却在原地踏步 不论老少 上百万居住在黎巴嫩的叶利亚难民 新年新愿只有这一个 叶利亚境内对抗IS的战役即将落幕 除了固守好不容易夺回的家园 更要展开重建 落叶才能归根 联合国指出 叶利亚难民危机 旷日持久 国际社会和阿拉伯国家的援助 却相对减少 在里巴嫩的难民生活日趋恶化 有七成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也就是每日收入低于3.84美元 超过半数更是处于极度贫穷的状态 镜头转到叶门首都沙纳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跨年夜 没办法从战乱贫穷和疾病 交相胁迫迫的噩梦中醒来 内战打了三年多 2017年的最后两个星期 空袭夺走了上百条生命 长达50天 针对陆海空门户的全面封锁 更让原本就匮乏的食物和燃料 更加稀少 联合国警告 叶门已经取代叙利亚 成为人道危机最严重的地区 大约新闻讲解编译 好 至于接下来这群人 则是他们并不想回家 这是在西非国家世子山 今年的8月份爆发了严重的土石流 夺走一千多条人命 幸运存活的民众 住在政府安置的收容所 因为事故发生的现场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清理 但是政府现在却要关闭收容所 并且要求百姓立刻回家 原因是政府经济拮据 收容所已经营运不下去 整个山坡清晰可见 土石流冲刷大地的痕迹 地上的花圈 悼念失去的生命 石子山共和国首都自由城 土石流灾害过了四个多月 收容中心有数百位灾民 被政府要求回到残破的家园 理由是发放补助的国家安全局表示 有些受灾户交假报告 多领物资 让政府吃不消 有灾民转而投靠亲戚或寄宿家庭 但是无处可去的人 只能无奈面对 有位单亲妈妈变卖物资 把孩子送到娘家 自己去住破房子 自由城长期大量发木 水土保持不佳 加上降雨量高 过去十五年发生过四场大型土石流灾情 影响超过二十二万人 给国家带来严重灾损 世界银行指出 当地政府接下来三年 需要投入将近二十五亿台币重建 大海新闻陈晓琳编译 送走旧的一年 天主教教宗也发表了年终谈话 他认为2017这一整年 人类因为战争和谎言 破坏了这美好的年度 我们的小时 也在这一年 不等的写 当时 当地争证 当地争取得 共同的细厚 我们人们 我们在很多次量 准备都与辈 写成 战争 战争 是一个泄断的 悲耗大量 这与厉害 窄的 《争论》 但也都会 也都会 在这些小时 祥福 事长 国语 国语 教宗对于过去的这一年 发出了谴责 因为在这一年当中 他看到了人世间 有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教宗回顾 虽然没有在谈话中 点名任何事件 不过他曾经在去年4月的时候 谴责叙利亚政府 使用话五攻击平民 也游说了美国总统川普 要致力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 更在11月份的时候 走访缅甸 呼吁缅甸政府 能够正视洛新亚难民危机 回到台湾 我们一起关心的是天气状况 大家晚安 2018年新年快乐 希望新的一年 我们可以告别茫然 那今天台湾的天空 还是有点茫 不过北部好转很多 事实上昨天晚上 慢慢就开始降下来 不过整个西半部 到今天白天才慢慢开始降下来 那高雄跟屏东 各位有没有看 这个都还在红亥的严重影响 事实上高雄跟屏东 这几天真的很不好 相信当地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希望未来我们一起 能够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南北的差异 难道这个都是境外来的吗 不是 这边大多数境内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我们也不能只怪 这个其实还有一些气象上的因素 这边是一个很稳定的区域 很容易累积 污染物就在这个地方累积 当然要有累积 其实也要有污染源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贡献 所以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克服 这个在屏东的潮州 你看这个就是AQI达到162 所有人都是不健康的 PM10124 PM2.5是74 昨天其实很多北部的朋友说 好受不了 其实好受不了 就已经还没有到达这样的水准了 所以我们2018年要告别这个雾霾 我们真的大家都一起来来做 回过头来看台湾天气 其实冷空气已经慢慢减弱了 基本上台湾的北部跟东半部 有一些云系 不过比较弱 西半部比较晴朗 大致上呢 这边有一个高压在这个地方 慢慢的在东移 所以未来这几天天气是不错的 未来呢大致上呢 会有几天稳定的天气 东半部还是偶有一些阵雨 那这个天气呢 什么时候会有变化 目前来看的话 第一个是南边的一些水气 预期呢 可能还是有些扰动在这个地方 发展会带一些水气上来 所以这个是礼拜五礼拜六的变化 我们有待观察啦 不过呢现在要注意的是下礼拜 预期还是有冷空气南下 这个呢就有点像封面了 后面就是冷空气 会带来一些水气 这波呢目前看这个态势呢 可能会蛮强的 请大家要注意 当然这个隔一个礼拜以后 还有待观察 还有待观察 但是预期还是会强的 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 过了新年就不会冷了 还是有冷空气一波一波南下 你看未来呢 可能还有一个礼拜一次的节奏的幅度 到1月16、17可能也还有 所以请大家多留意了 未来呢 空气污染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空气污染呢 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需要真的要大家一起努力 整个东亚来说的话 对岸 中国大陆比我们影响的更严重 那目前呢 其实他们很像有改善的蛮多的 不过呢 其实整个空气是流动的 它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也会影响到整个下游地方 所以请大家呢 我们一起来减量 事实上家里面有了很多 这个造成PM2.5严重的影响 请大家多留意了 可以想办法煮菜的方式怎么样改变 回过头来看整个温度上 其实未来这几天 台湾的温度都还蛮舒服的 都还蛮舒服的 整个冷空气呢都在北方 有没有看到这个颜色呢 就是很冷的地方 台湾呢就在暖暖的设计里面 17到22度 18到19度 这个是到周末的温度 周末可能有点水气上来 温度会略降 但是最近呢 其实应该算是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但是到了下礼拜 各位有没有看到10号13 这个是1月9号 1月10号的温度 有可能会拉到9度以下 这个是现在有些的预报 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准了 请大家留意 不过这个时候 10几天之后有一点变动性了 我们就再看看就好了 所以请大家注意哦 有可能有这个数字哦 这个预测到10天的天气了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 那这几天呢 大致上呢 水气是明显减少 只有东半部 偶飘雨 西半部都很晴朗 那周五呢 现在周四周五 有一点小变化 南方的水气上来 但是这个呢 我们有在观察 另外呢 就是未来这几天 大致上呢 是晴朗的 周五周六呢 可能有一些雨事 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就刚刚说的 这个呢 是有点变动空间存在的 现在是预测有一点水气 南部呢 这几天天气都不错 但是周五周六 可能也有点水气 这个我们就来观察一下下 温度呢 大致上是回升的 那这两天呢 其实天气来说的话 真的很稳定 请大家好好把握 缓慢的回温 天气晴朗 周南部空气品质还是比较差 流液呢 还是有冷空气在酝酿当中 未来可能是10天以后 到下礼拜可能会再度的影响 强度我们就有待观察了 因为现在预报可能会比较强 但是还早后 我们再等看看 我们来看详细定义数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